广告招牌的掉落 这些都是极高的风险 都可能造成市民 生命安全的伤害 为什么要放台风架 台北市长讲完说出了原因 其实在2号下午 台北市的风势就不小 不少人散开花了 头发乱了 但还是有声音质疑 台北市为何要放假呢 甚至在2号晚间 要宣布台风架时 基隆相对北北桃 慢了三分钟 也成了攻防焦点 但累计到3号凌晨 光是台北市就发生了 178件灾害 该如何防范 讲完安有答案 我不希望造成 民众安全上面的风险 所以在考量整体 因素我们做出决定 重申放不放假 依照专业标准立场 不过桃园市议员 詹江村就说 之前基隆北桃 唯独桃园没放假时 张善政就被民进党议员 疯狂谩骂 责问说倒了几棵树 骑车倒了多少人呢 现在达到放假标准了 又被骂说风不大 也放假 反正你们民进党 就是为反对而反对 老百姓有多痛恨 你们知道吗 可见台风还没踏入 鸡北北桃 这政治台风 已经在政坛刮起 狂风暴雨 可能发生的灾情 以及对市民生活的影响 最重要 我不希望造成 民众安全上面的风险 其实就有社论点出 上回凯米台风来袭 高雄有地方一口气 放了四天假 前两天先心理准备 第三天风雨来 最后一天善后 第一时间放假的县市长被说英明 没跟进的就被骂到臭头 但或许放不放 还是得看看科学理性这一套 放假为了防灾 为了市民安全 但这理由接受与否 见仁见智 东西新闻 梁俊棠中江豪苏时节 台北报道